大家好,我是望远中,欢迎收听给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福报文教基金会执行董事陈矮琳,矮琳姐 哈哈,望远中哥,你好,大家好 矮琳在台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节目里面,有了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因为上班时间都很长 你小时候四五岁以上 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在你已经非常的,大家都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小孩子都很喜欢你 我们也很喜欢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说你在这个福报文教基金会本来做青少年教育的一些问题 然后看到消息说你开始做儿少节目 对啊 儿少节目很难做 但是你有这个心我觉得太棒了 对啊,因为我们从 其实从三十五年前开始做起是做青少年 但我发现其实做青少年 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你再去关心他 其实是要帮助他 都有一点太晚了 太晚了 其实起步要早 真的是就是从越小 就去了解他 帮忙他越好 因为你是学新闻的 我觉得新闻人是与时俱进啊 然后关心自己周边的事情 我认为你做儿童节目有很大原因 是你做阿嬷 这个是错综复杂的 刚好姻缘巧合了 但是做阿嬷之后更感同身手 更觉得现在的父母很辛苦 很辛苦 OK,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啊 很辛苦怎么样 但是其实现在更环境复杂的 首先那个各种挑战啦 刺激啦 然后这种这样的资讯那个莫衷一事 所以做一个爸爸妈妈真的有我很佩服 如果愿意生小孩应该给他们最大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现在很少子话 你开始做的儿童节目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 就是因为少子话 所以每个孩子都非常非常重要 每个父母我们都应该就是说做他们的伙伴 你是发想是因为自己发觉 真的很少台湾很少 其实这个it's a long story 真的说来话长 OK,我们做的是media literacy 我们从25年前 我们先是从青少年开始关心 那么发现其实家庭教育也好 学校教育也好 真的是媒体的影响太大 尤其那时候报警开放了 有些电视进来 对我们来说那个现时代的小孩长大了 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压抑被不自由 其实后来比起后来的开放 你会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的规范的那种资讯下来 其实是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做媒体素养 对我知道 那你在中国也做过媒体的素养的节目 是是是没事来哈拉 现在是有人在别人在主持 可是媒体似乎是媒体啊 我们讲这个有点深 可是媒体的素养其实好像越来越差 怎么讲媒体素养不能够只靠媒体人 其实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 OK所以每一个人的话 其实从老到小 从小到老 从你出生的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的给你的环境 其实都跟着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现代的人 就是都是透过这种媒体来仲介我们收到的讯息吧 所以现在有假有真啊 然后有一些很似是而非的东西 你真的需要自己去辩解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讲述要做素养嘛 对我今天不跟你谈的话题 我还是要谈你做阿嬷之后 好轻松一点 儿少节目 对儿少节目就我做过儿少节目 我做嘎嘎乌拉拉 当年也做得很红 还得到纽约的奖 我还去纽约领奖 那时候我还去 然后他们安排我去看Jim Hansen 就芝麻街 我还在纽泽西州跟他见面 那个Jim Hansen的不偶大师 是 后来我们也超偶做这种节目等等 然后那时候做24校 黄香暖杯 也是做不偶 后来黄香在被子里面帮爸爸暖杯 暖杯之后 他爸爸说谢谢你 你很孝顺 那他起来的时候 他爸爸睡进去 他爸说为什么那么臭 爸爸对不起 鞋子里面 你知道吗 我们几年前在松烟的时候 那个是小的时候 我们都看你的嘎嘎乌拉拉 可是你好几年前 我们那时候在松烟的时候 在十年前 你又在了表演一次那个孙小毛 孙老毛 孙老毛 我觉得还是好开心 就算是我是大人了 我觉得我是老人了 还是觉得好开心 我就是谢谢大家收看 舞台剧 也把老毛跟小毛都请出来 因为那个偶 其实每一个人 小孩子为什么喜欢偶 因为他另外一个自己 他跟你讲话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个孩子 那个偶 为什么有些 他会戴一辈子 会一条毛巾吗 他寄托性很大 所以小孩子其实人一辈都在做小时候的梦 那就是一种安全感 你小时候快不快乐 我在小的时候有快乐 当然也不快乐 我又不是一个 皮的小孩 你很严肃啊 家里 严肃吗 应该还算好 我爸爸妈妈算是一个典型的偶尔寒级的家庭 OK 所以算严肃的吗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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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我生来就严肃 我到后来 到了五十几岁才发现 我原来是个这么严肃的人 我小时候不觉得 对啊 我看到你 叫你女教官 真的吗 女教官 COME ON 真的吗 好了 我觉得是有一点了 我爱琳的 爱琳的 我们是因为有私交 有家庭的私交 爱琳是我 我跟我老婆都很佩服的人 请不要这样讲 不要讲佩服 因为太严肃了 你不要让我形象这么的 我看爱琳对宗汉那小儿子 阿汉 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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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儿子 为她吃饭 到现在 她快三十岁了 对 你好会算的 爱琳就背一个 背一个什么 这个腰啊 把这束腰 腰 有些东西还自己 跟承汉 我现在怎样不行了 腰都受不了了 对 我现在就是 因为她慢慢体重变重了 对 然后我又变 比较就是 没有变重 没有相对的变壮 真的抱不起来了 只能够就是短短的时间 或者是短距离的 或者是一下下 然后真的是 我要谢谢 那个我们家的 陪伴的阿姨们 都很棒 真的是 我看过她的讲中汉 但我觉得有个好处 我真的就是 陈汉 因为叫他中汉 是别人家 中汉 陈汉 你看吧 我讲了第三次 年纪大了 我正想这样讲 你自己承认很好 因为觉得就是 他的变重 我也开始在练身体 我觉得真的身体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 不管多大都要练肌肉 了解 练重力 了解 我在家里就不断的每天都要练中力 我觉得这也帮助我的身体健康了 对 不过真的是很有爱心 然后你把这个小爱变成大爱做儿哨节目 但是我说儿哨节目不好做 你不要读写 只是你透过这个媒体 你可能要需要更多 更多的 他是怎么来的 那你怎么样 让你的意见给说出去 所以我们觉得说 最重要 你看刚刚讲的 那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还是要好快 好玩 对 千万不要说教 这节目人还是要快乐 而且孩子们看了之后 他觉得同理 他就是他可以借这个机会 认识他自己 可以认识他身边的人 我就没想到 我最后的节目 就是儿童综艺节目 好玩啊 开心就好 对好玩啊 不过我为什么要访问你呢 因为你有一个儿童节目的 这种所谓的 要培养人才的 服务计划 服务计划 这个听众朋友要知道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儿童节目 是是是 这个福房文教基金会呢 基本上他会帮助你 达成这个梦想 当然你之后 后面还要努力了 前面他们有些帮助 我们等一下来谈一下这个计划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福房文教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陈矮玲 女教官 我心里的女教官 伟中爷爷好 福房文教基金会 本来做了很多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的一些事情 那这从2018年吧 矮玲就许愿要开始做儿少节目 但儿少节目不是自己做 他要培养很多的储备人才 能够做儿少节目 儿少节目在台湾其实已经搁置了30年左右 你觉得吗 这时候你没有在做的时候就 没有人了 我是从儿童节目出生 但又做其他很多节目 但儿童节目不容易做 因为孩子是最天真的 像你们也说你们做戏什么东西 你们也会做一些相野调查 然后做完节目就给孩子看 孩子认为不好看他就不好看 他就不会跟你讲客气话 哎呀你阿姨 这个戏很有媒体素养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真的不会去跟他们讲春花 因为这种话一讲了之后 第一个就关起来 耳朵会关起来眼睛关起来 其实就是还是要好看 所以我说听众朋友要知道 就是说你有机会 如果你对儿少节目有兴趣的话 爱丽那么他现在基金会 会给你们一些补助跟帮助 你把这七话讲一下 2018年开始是 其实不是每个人 就是我们会欢迎大家来投案子 对 投案子的话 随时投案吗 随时我们会有个公布 在我们的网站上 上网可以看就是了 有个公布的时间 然后我们很希望 就是对这个制作有兴趣的 特别是 儿少节目 大学的同学 什么意思 大学的同学 专门科学同学 学生呢 学生也好 还有一些制作公司也好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要更多人投入 然后你拿着你们的案子来 那我们会有一群 神业委员 对 他们一起来看 那这就是这个案子是 足够看到你的创意 跟你的企图心的 我们就邀请你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让这个 节目成真 对 不只是让他企划 流于企划 文字作业 而是让他真的可以做出来 然后让大家看到 我们做节目 我实际点问 就是说 基本上你们鼓励 制作公司 或者是大学学这行的 或不学这行的 没关系 是 你能够 你去看网络 看一下 福房文教基金会 这种儿少节目的 培育人才计划 然后你们可以送案子来 各种节目不拘 唱的跳的 动画 有综艺 对对对 写实 什么都可以 然后你们 会通过 一年会通过几步 几步 我们其实每年 大概会跳个四步 五步 五步 六步 其实不一定 因为每一年的 筹案的 是数目越来越多 但是还是要看到案子本身的品质 会一些评审 对对 一定的 这叫我们这样的老师们 就是你有些 大师 你有些资政跟国策顾问就行了 对啊 你知道很多的歌唱节目吗 就是说 这是我的导师吗 我们就请了一些导师来 然后选出来之后 大概每一年 大家会进四五六七八 会定 对对对 OK 但是你们选出来之后 会给他们两百万左右 我们会有一些制作经费 先让他把sample做出来 对 一定要先做出来 我们六年了 六年的计划 做了六步 而且有六步 我们等一下讲 好啊 就说 我要把这方法 是 告诉听众朋友 有兴趣可以来找 我们矮黎女教官 我在台 有这么凶吗 我看你女教官对我来讲 好机会 两百万左右 然后你试作 因为他们制作费要 试作 他们要花这个钱 然后试作如果成功了之后 他自己还要 我们会协助 协助目击 一路上我们会协助到一起 把它完成完成了之后 发行 发行的时候 我们还会带到校园旅头去 所以我们是一路上的陪伴 因为我觉得最难得的 就是后面的陪伴 不是 我的意思说 两百万是开始就生后 后面还有目前吗 对不对 一定要的 自己要上网络 两百万真的是能够做的 非常有限 但是不错了 你知道把它们门给开了 是是是 然后在目前 等等等等 没错没错 就是让他把它的 变成IP 是 然后可以卖到各个OTT平台 或者是说能够播出来 对 没错没错 一定要被看到了 好 然后你们已经出了几部 几部这个 大概有六部 我们现在有六部 然后你们今年参加一个 慕尼黑的一个儿童节目 对 慕尼黑世界影展 世界儿童商人 首奖跟第二名都得到 我们一共六个奖 我们有三个拿到了一个第一名 第一名是 两个第二名 一个 那个叫做也不算是纪录片 他叫做登山 写实片 写实 一般你讲说什么行脚啊 什么的那个 你好像就是 叫什么 一类的 登山总动员 登山总动员 就是 带孩子去登山 不是带孩子 我们跟孩子 也许是登山 那你要不要登完 你要怎么登山完 那你在过程当中呢 当然有人负责他们的安全跟记录 但是其他就是孩子们做主 自己做所谓这个计划图 对对对 我们就是一个很 我们有一个做节目的最大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让孩子们的参与 OK 越多越好 登山总动员写实节目 这个是拿到了第一名 对 手脚 另外有两个 一个叫悄悄话 一个叫海洋日记 是 这个是纪录片 这个都是写实片 OK 对 悄悄话是比较接近纪录片的 OK 登山总动员 拿到慕尼黑国际儿少 双年展的手奖 悄悄话跟海洋日记 拿到第二名 两个第二名 你知道这个怎么评审的吗 考你一下 你说在慕尼黑影展 慕尼黑影展 慕尼黑影展 就送件呢 谁来当评审 谁来 就是慕尼黑这个双年展 请到一些人呢 对 所有参赛的人 去的人 都可以去投票 都可以投票 所以是一个很难运作 然后而且他的口味 真的是你很难讲 就是参加这个影展的人 大家投票 是是是是 就每一个人 互相竞争 但是也互相投票 是是是是 太nice了吧 不是太nice 太好了 太难了 太难 太难 所以你要达到手奖 必须是绝对要客观 登山总动员 为什么会拿冠军 因为他们觉得 必须是我同事都去 还有 影片的制作人 执行制作导演都去了 他们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这个 怎么可以拍的这么接近 贴近孩子 这么的真实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是不是孩子干的脚本 你看我们很多儿童节目 就是脚本为先 孩子们来演 来背 然后你如果说 你也希望这孩子学习到什么 毅力不拔 你看想说就是要克服万难 就爬到山顶上 然后有智慧 去引接所有的挑战 如果孩子今天觉得他就是 这样就变瘦人 他不想爬了 他不想爬了 我们如实的呈现 但是孩子们 有没有像我们这种孩子 这种皮成这样 皮到真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呢 有各种不同的孩子 我要问你 真的各种不同的孩子 你这个是在你们 my video也有 my video 对 momo也有 对 momo也有 登山总动员 他是几集 他是有五六级 六级 五六级 对不起 我没有背好 手脚 手脚 没关系 我们都到年纪 没有满了 还有悄悄话 跟海洋的记得第二名 也会在 也已经在 都在 其实都在 my video my video 你其实都不用 我们有这个申请的 这个公播权 因为我们就要给孩子们 在学校里可以看 导师可以跟孩子看 所以你只要download 下载了my video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再看待 这两个节目 好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汪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 副方文教基金会 执行董事陈矮玲 陈矮玲 这几年 从2018开始 下定心愿 要做儿少节目 基本上要培养 儿少节目的储备人才 所以基金会 会帮很多忙 然后我说你们要注意 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消息 一年会选4到5 不一定会选成案子来 你们可以 听众朋友 若有兴趣的 儿少节目 注意这个消息 然后他们会先帮你们 投资去做样片 然后以后 如果能做成了 就让帮你们发行 但是自己要投入里面 去募集 当然我们更欢迎 所有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跟孩子们来看这些 已经做完成的节目 做完成节目 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有慕尼黑国际儿童 儿少双连展 他们节目录的 三个节目得奖 第一个要登山总中原 是个写实节目 孩子要登山 你自己计划 我们就拍你们怎么计划 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可能耍赖 但是孩子就是孩子天下 对对对 你才知道很贴心的 拿到手奖 不容易 很难得 拿了手奖那天 有没有像昨天看宇宙一样 当然有啊 我们同事立刻这个 就传达了这个 非常令人兴奋啊 我然后跟我先生非常 我孩子们都非常兴奋 他下面就是有名的阿丁 跟我一样叫阿丁 对阿丁阿丁 非常谢谢我们的金主 他有没有同心啊 蔡明中有没有同心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越来越严肃 大概因为就是做 他金牛座的 我就怕跟金牛座同学 真的吗 我也是金牛座的 难怪啊 我喜欢女的军同学 是谢谢你 转的好硬啊 OKOKOK 他应该有同心了 有啦 我觉得一直都有吃乎之心 我觉得他年纪大 更大一点 他更有 他笑起来很同 不只笑起来 有些行为也是 有些行为也是 你会常骂他吧 你小官 不会啦 这是小孩子不能用骂的 小孩子要鼓励的 登山总动员拿到手脚 另外两个的节目 也拿到讲一个悄悄话 也叫海洋日记 这两个也是写实的 是是是 我必须要说除了这些 我们做的六部影片之外 我刚刚讲说 欢迎大家去YouTube也好啊 某某 那个 my video看也好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国外的 我们买来的好的节目 包括动画啦 包括小的电视影片啊 那是世界各地的 我们包括很多 你知道公共电视 有一个叫儿童影展嘛 他每一 每两年也办一次 然后那些很多得奖影片 入微影片 都是非常优秀 我们很少在台湾 那个电视台上 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我们某某迷你 我们叫做 某某迷你亲子电影院 这个系列呢 就搜集了很多很多的 除了我们自己做的 还有很多国外的 优秀的 好看的 这个我刚刚讲的 这些节目 那我们也全省会巡回 跟一些图书馆啦 跟一些活动中心啊 市民活动中心来做 公开的放映 也办给学校看 除了这个三个得奖之外 你还有一个节目 是这个去年做成的嘛 是一个 百味小厨神 中原大餐 两季 两季 对不对 然后十五集 对 他是戏剧 是 这个超级 单机拍的吗 就是戏剧节目 戏剧节目 百味小厨神 中原大餐 好好看啊 中原节快要到了 也可以大家回归一下 故事是 可以给你一分钟 故事就会讲一个小孩子 他从小就有办法 特殊能力去看到 另外一个世界的 然后所以他阿公呢 就是以前是一个中破塞嘛 所以他就是说 他阿公刚好走了 然后他要想让阿公 因为阿公走之前 他跌倒了 跌倒了之后 他就有一点像失忆 就回不到去 他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他就等于是 他帮助他阿公 透过好吃的东西 他以前最会煮的那几个东西 来找到 回到他现在 就是他走了那时候的 整个人生 找他整个人生 因为他每一道食物 其实好吃之外 最重要代表 他的生长 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 你刚才讲到的 对 某个菜 你比如说就是那个 阿公的味道 老公的味道 或者是很简单的 是什么 他就是有他的 小的手 生命的记忆 不只是小手 一路走来的记忆 因为人家说一个人快乐 就是小时候你快乐 你就一辈子在做 你小时候的事情 如果小时候不快乐 你有时候想回去追求 你小孩子的感觉 所以孩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孩子如果能看到好的节目 快乐的节目 他一辈子都快乐 没错 你有地理之变 我们小时候坐南部 跟没办法来看向王梁 OK 所以你看到现在还记得 梁叔叔 对对对 OK 所以儿童节目是非常重要的 百味小厨神 中原大餐 也是在你们的平台 MyVideo 对到现在还是看得到 我们就尽量让孩子们 跟父母亲可以一起看 两季15集 全部都是戏剧 对呀对呀 一集多少分钟 一集四十几分钟 就是你看到的连续剧 那样子的一个迷你影集 我们介绍了登山总动员 悄悄话海洋日记 这些解释的 这些众议节目就得奖了 然后一个就是百味小厨神 中原大餐也完成了 然后两季的节目 是戏剧节目 另外还有一个节目 叫做这个什么 虎姑婆和她的朋友 陶金银主持的 对你觉得她是不是选得很好 叫她来演虎姑婆 我看她一直在玩她的尾 虎姑婆的尾巴 对她是一只粉红色的虎姑婆 对老虎 我们上次访问她的女儿 豆豆 对她教育的蛮好的 豆豆非常独立自主 是 虎姑婆和她的朋友 是个音乐节目 对 对也是拍摄完成了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拿石头 扎自己的脚 什么意思 你知道音乐版权很难处理吧 你新创的音乐没有关系 不是新创的 就是说我们有改编 我拿了世界名谣做了很多的改编 那就贵了 世界名谣还好是因为它是世界名谣 改编之后这些很棒的歌手跟创作者 他们都说免费把这个捐出来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要就是要公播 50年以上的话可以弹 是的 然后对你都你这个里面的很多歌 全部都从世界名谣来被编的吗 大部分 对大部分 你找到这个系里面 这个虎姑婆跟她的朋友 这个是个综艺节目吗 就陶金银跟小朋友聊天 对没错 还有很多的动画 或者是影片 有很多音乐人来跟你一起做 没错 平冠啊 呃 许又轩啊 黄云玲啊 呃 许哲沛啊 好多啊 陈建文啊 等等的 OK 对了 然后每个人做一首歌 是的 然后他们很用心的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 没错 真的是歌词也是重新写的 歌词也是重新写的 OK 对我们就是因为你会不会觉得说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小朋友读幼稚园 你知道我小朋友 我的孙子去读幼稚园 现在他们唱的呢 都是外国人的歌 或者不管是韩国歌啦 或者是改编的 或者是就是因为母亲节嘛 他们就唱了一个对爱的歌 OK 就会说奇怪怎么不唱 我们自己的歌 歌送母亲的 很难 因为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不是现在都很喜欢坐在社群媒体上吗 把那影片拍好了之后 就说一下 这不行的 这会被 被 要被告的 被侵权 所以老师就不敢 学校包括学校也不敢 去用这些 OK 歌 所以做音乐节目是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 不是创局啊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你看那些儿童节目 都很多很好听的歌啊 我们都要唱什么就唱什么 你还记得小时候什么 学会哪首歌 好一朵美丽的魔力 还有什么白浪淘淘 我不怕 早飞机早飞机 对 对 飞到清草地 是是是 还是那些歌好 虎姑这个这个虎姑婆跟她的朋友呢 要变成音乐剧了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聊 大家好我是旺文中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虎姑婆 不不不 虎姑婆跟她的朋友 没关系 我们富邦文教基金会的执行董事 陈矮玲 矮玲呢 从2018年开始 2018年就对儿少节目 就做了很多心力 而且帮助去储备儿少节目的人才 我们刚讲了很多节目 已经在online了 而且很多节目得奖了 各位可以去了解啊 然后可以去上网去看 也可以去摸摸台 或者是my video去看 然后这些节目呢 你们现在在同山街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富邦文教基金会 楼下有个诗听室 对不对 有一个地方对 然后听说你要请蔡明忠 就是你的夫婿 要把它改成一个 请大家来看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最新的发展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就住在你隔壁 但是我们只有内部人 每天偷听你们在干嘛 真的 真的是我同事讲的吗 这其实是 我谁啊 你谁啊 你谁 我那个细胞很多的 因为你们下面会改成事情 欢迎大家来看你们 是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 跟他的就是家人一起来 然后尤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是只有自己 大人觉得好看而已 我们就是要还听孩子的声音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其实刚刚讲的那些 不管做任何节目 我们都要进校园先跑一趟的 从实际的开始 小孩子 小孩子看东西是很直觉的 不好看就不好看 他就会知道 点在哪里 好笑的地方在哪里 他觉得会看还是不会看 所以我们都要听他们的意见 所以跑完英文之后 我们觉得说可以再进步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制作中 或者制作完成 或者制作前 那前中后都需要 我们就希望能够 让他们比较好的 环境空间可以去欣赏 反正你以后播试片的时候 让这些孩子 就让他们去看 把这些笑声都收下来 那些笑声很重要 孩子的笑声呢 以后就没有 长大之后会变 别这么悲惨 对 那是不一样了 长大会变 你小时候笑声 我记得跟现在差就差 小时候多小的小时候啊 现在是沧桑 对笑声 不是笑声是 孩子笑声实在太有趣了 是是 对对 那个那个 很纯真很纯真 对 适应的时候 如果把它留下来很好 你们以后会变这个 以后会有个大的一个 师庭中心吧 对对 希望了 希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好 虎虎跟他的朋友 要变成音乐剧了 然后会在水源剧场演出 时间是 9月 14 15 连续三个礼拜的 礼拜六礼拜天 9月14到29号 在水源剧场 14 15 然后21 对 22 然后28 29 在水源剧场 对 上午10点半 也快了 现在已经是8月了 对啊 对不对 然后已经进行彩排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卖票吗 是是卖票的 卖票的 对 然后 虎虎不和跟他的朋友 音乐剧 是 对 然后是多长 考到我了 还不知道 应该就是两个多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左右了 因为对小朋友来说 这个是一个时间的极限 你虎虎不和找了一些 陶景英主持 这个节目来讲 有很多 有很多 他是音乐人 对 我们是找一个儿童剧团 叫做安徒生与莫扎特 AM剧团 跟我们一起合伴 所以这个AM剧团呢 他们是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面试了很多的小朋友 不管是上镜头的 或者是合唱团 你知道那个不只是大人唱合唱 有其实我们有一群小朋友 做合唱团 一起唱的 所以这些小朋友都来一起演出 嗯 你这个节目的话只有九集 可是你这个舞台 这个所谓的音乐剧 就是一个剧 就是一出 一个剧 然后9月14号到29号的星期 每个的星期六天 对对对 在水源剧场演出 然后也会到南部去演出 是我们希望先就把这个 这次的演出当成 也是一个很好的修正的机会 要听听很多的孩子们的意见 爸爸妈妈的意见 然后我们会希望能够做全省的 不只是南部 那你是主要 你是主要的producer 你是制作人吗 应该是 对啊 这个责物旁贷 应该是吧 然后你又 又很demanding 一定希望做得很好 我demanding吗 一定希望你做得很好 没有当然了 我们就希望能够修正 然后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你还没有去看他们彩排 还没 还没有验收 还没验收 OK 要给他们一点时间 不过这个AM的剧团是一个大家都很推崇的 他们也很有这个创意跟很有的经验 然后对这次的演出也非常有热情 哇 儿少剧团 然后儿少音乐剧 是 儿少音乐剧的话 如果说是 如果说大人小孩一起去看 小孩如果开心的话 那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没错啊 尤其现在少子化的话 是 如果去看了 然后很少 现在真的很少人做儿童的东西 对呀 对呀 又儿童的东西 又孩子很少 所以做儿童的成本上很高 是 所以就不是福邦文教基金会 不是像你这种侠女 跟你们这种 没有了 我们也希望 这光是我们做是不够 我们就希望能够多一点人看到这个市场 看到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把这个IP做起来 我们现在就说 老实说做这个IP 包括中元大餐 还没有一个成 还不算成功 我们只是在执行当中而已 但是如果有没有 永远没有先行者 就永远没有机会看到 是不是可行 我说你有孙子之后 你就又多加一份爱心 现在对儿童的东西 又开始有兴趣 是 觉得真的 我就觉得孩子 需要爸爸妈妈多一点 有经验 有想法 爸爸妈妈的陪伴 那爸爸妈妈也需要陪伴 你们那孙子是蛮可爱的 谢谢你 很爱笑 跟人家打招 很壮 肉很急 现在稍微好一了 三岁 三岁半 半了 对 你怎么这么 我见过他 我知道 算上看也就差不多三岁半 是是是 我做儿童节目的 我多喜欢孩子 是是是 对 我都到现在还没长大 他等一下回来 下次跟我们小的一起玩一玩 他一定也很喜欢跟你玩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福邦文教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陈矮 矮 矮从2018开始 福邦文教基金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想做的事情 就是做儿哨节目 各种形态的儿哨节目 但是呢 他广纳各种的人才 希望能够培育一些儿哨节目的一些制作人等等等等 所以呢 他们有个计划 计划各位上网可以去看 那福邦文教基金会会帮助各位拿出些钱来 钱不少 帮助你把sample做出来 sample做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看看你慢慢发信 看能变成一个IP 目前已经有好几个的作品了 登山总动员 还有悄悄话跟海洋日记 恭喜你们 拿到这个慕尼黑国际儿哨双年展的首奖 然后还有第二名 然后呢 也做了一个节目 叫做百味小厨神中原大餐 这个是纯戏剧 然后有两季 十五集 然后现在呢 又做了一个节目 叫虎姑婆跟她的朋友 是陶晶莹主持的 然后跟九个所谓的音乐的朋友 有小孩子有动画等等 现在要做音乐剧 音乐剧在水源剧场 9月14号到29号的六天 各位可以去看 然后呢 现在艾琳还没有验收 不过你会觉得这个团队是很好的 是我们有信心 对 我们也一定会努力 对 艾琳呢 自从有了这个孙子之后呢 然后越来越愉快 然后还做儿少节目 从心里面 你从心里面就开始喜欢孩子 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对 我们觉得现在孩子呢 都比较 比如说像小学啊 爸爸妈妈 都让他们接触网络世界之后 都会选择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嘛 对不对 其实很难 像我们以前把电脑放在那个公共区书房里头 其实孩子们那时候手机也不会太早给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到大概看到过滤他们看些什么节目 现在不太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要很早很早的介入 特别是在可能在低龄低幼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看的 不要让他觉得他看到那些就是所有节目的选择 我们知道有一些别的选择可以让他们看 所以我觉得早期的介入是我们做这种儿童节目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真的就是你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永远不知道世界不是只有汉堡啦 或者是你吃的那些少数的选择而已 其实可以更多的选择 那你有了比较之后 我觉得孩子们就懂得好跟坏 他会自己从小就知道 他喜欢花这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 因为老师看的就是外来的节目的话 你就不会有机会去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 了解自己的土地 还有自己的一些甚至了解自己 因为我觉得透过观看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内心世界 所以每个人每个孩子都看到别的孩子同时 可以看到自己的缩影 看到自己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只有 当然好看很重要 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下 就教官很想讲一下 就是我们做这节目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在欣赏 在娱乐的同时能够吸收 吸收到帮助他自己可以成长的 一些养分 你这几个从你18年开始有这个计划 然后也希望大家来投计划案 然后经过你们的评审之后 然后呢会开始录出这节目 因为有五六个作品都出来了 我们刚刚都介绍过 对六个 然后这几五六个作品之后 你中观起来来看 有没有达到你的一些想法 然后很多小孩子 你说有些focus group也进来看了 然后你马上要进入这个音乐剧 要给大家看了 有没有达到你的想法说 不仅是有内容 而且可以启发小孩子一些 有有有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 真的觉得 的确如此 台湾有太多的人才 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市场 虽然孩子越来越少 但是因为现在是个蓝海 所以其实是市场很大的 我们很有需求 你可以看到那个儿哨 公共电视跟我们以前一起合办的 这个儿童世界影展 你知道吗 每一次说要去播放 一票难求 就是秒杀的那种 跟那个什么韩团来 要去握手那种秒杀 其实是儿童的市场 也有很大的需求 要看好的 看不一样的作品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些 虽然只有做了六集出来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的是 公求都是有人的 而且像我小时候做那嘎嘎乌拉拉 年轻时候孙小毛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共同的回忆 对 然后共同回忆之外呢 那时候我们也就开始跟日本做偶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巡演 全省巡演 那个巡演呢 哇那孩子快乐的不得了 那时候我做事做人 但他们就巡演啊 演啊干嘛 那个是很快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那个记忆 我觉得到现在还有很多成年人碰到 小时候看就看嘎嘎嘎看孙小毛的 是啊 我是孙小毛 可是还是很愉快 所以小时候这个记忆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计划会一直一直在推动 是因为这个才其实五年才是刚刚起码 五六个作品出来了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每一年都会在 对我每一年都会继续做儿童福音计划 但是你知道每节目的残制 不是不是一年就做出来的 有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有的做了四年 有的做了三年 其实都是一步一脚印的 OK 然后儿童节目才开始让了 然后音乐剧要开始让了 然后各位真的如果对这个 所以儿少节目有兴趣 真的去看看富邦文教基金会的网站 对 里面有很多机会 儿童富裕计划 对对对对 儿童 儿少节目富裕计划 儿少节目富裕人才计划 对人才富裕计划 对然后在女教官的麾下做事情 刚才讲我口语都不清了 不要把我讲这么严肃让我好紧张啊 不会不会不会 有心能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棒的 OK 真的大家如果有兴趣 赶快找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节目最重要的 就把这个讯息要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伟中 好谢谢海琳 谢谢各位